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咱们后台超多粉丝留言 希望咱们来讲一下的入门神情 你这话报一贬义啊 你猜 我产品 之前在我们吉他社各平台的频道后台 都有接到过非常多的网友私信 不断的来咨询某些入门吉他初学吉他的问题 但其实在之前吉他钢户铺的系列节目当中 我们是有几期节目认真回答过这类 关于入门初学吉他选购推荐的问题的 但今天的这支产品那真是超多网友利剑 希望看咱们开箱 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呢可能是真的他的关注度太高了 已经推出就一直有大量的网友 在不断讨论他在千元价位内的高品质与性价比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因为我跟阿秋老师 在过去的两年曝光了另外一个 有入门级的品牌和老板的一些 不正当的手段及行为 你正面硬杠 对所以感觉大家是想看我把剩下的 这个入门级品牌也骂了 看着呢不嫌事大是吧 我觉得是不过呢不论如何吧 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带来这款 爆火的入门产品的开箱 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值得购买 布鲁克于2022年1月发布的 入门级面单产品布鲁克V12 拆箱打开包装 除吉他外随心附送了一个原装琴包 一个变料夹 一条背带 一个收纳盒 一块擦琴布 三个拨片 一片护板和一个调节扳手 这配件还挺多的 这个吉他外形看起来很眼熟啊 很像他们家的S25系列 对 这个就是在他们家S25的这个基础上 改良推出的一个12周年的一个纪念款 不过配置降了 当然价格也降了 面板依旧还是采用了云山石木的单板 但油漆降配为了压光 背侧换成了胡桃木 纸板采用的是科技乌木 勤井内置了碳纤维 源头倒角的品丝 12品处印刷着一个全新的火焰logo 外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我怎么觉得它比亮光的S25好看呢 那我还是觉得亮光的好看 它贵啊 工艺与细节上 这支V12的产线其实与S25的产线是相同的 它代言人天才奇的少年刘家卓首领的那一支 也是这条产线上下来的产品 其实它家大部分琴 在工艺细节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降配这件事 我觉得大概率是品牌方 为了把价格控制在千元以内吧 那这么说还真是 布鲁克S25产线的工艺和细节 也算是下方给了这支VR 该给的都给了 千元价位还算挺良心的 不过说这么多 大家还是会在意它的音色表现吧 所以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耳听为实 先进入咱们的音色视频环节吧 咱们的音色表现 咱们的音色表现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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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视听部分结束后 大家对这支琴的看法是什么呢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支VR的共鸣 还是没有S25枪 对 我看法是差不多的 虽然都叫面单 但是面单跟面单真的是不一样 它家的更高配置的 明显音色会更饱满一些 如果说你考虑音色多一些 预算也充足 那我建议还是直接选择 更高配置的面单会更合适一些 但我觉得如果你主要考虑预算 那签约以下这个价位 VR的音色算是相当不错的 声音也非常通透且清晰明亮 如果是我曾经选入门琴的时候 我觉得它确实打动到我了 因为它真的是太拳了 几百块的一支吉他 知名吉他手代言 实木面单的配置 稳定的工艺与产现 简约比较好看的外观 丰富的配件 十几年老品牌的质量 及售后保证 还有合格且不错的音色 真的卷到头了吧 有啥几分钱 是的 它音色在几百块这个价位上来说 我没什么能描述的 配置上确实也算是相对不错的 云山石木的面板 胡桃木的背策 还有各种工艺上的小细节 如果非要我说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它面板的石木纹理 不是特别好看 选材没有那么细腻 要么哈马丁的更难开 总的来说 我觉得对于今天开箱的这支产品 在音色与工艺上 确实有一些局限性 如果说你是一位专业演奏者 或者是想进阶的情友 我们肯定还是建议你选择价格更高 音色更好的面单或者全弹产品 但如果你是新手小白 预算签约以下 在入门阶段想尝试学吉他 想要一支外观好看 配置过硬 不踩坑 有品牌保证 且音色不错 纹理性过硬的入门吉他的话 那么这支布鲁克VR 确实算一个不错的选择 值得购买 OK那本期吉他帮金车爱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 请多多关注且支持我们频道 如果想让我们开箱的产品 你可以和台联系我们 我们来帮大家进行开箱尝试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评论 转发 投币 收藏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你看马丁真入门几个面板 我一过来看 这是15000块 希望咱们来 你看不是我一人说的东西吗 耳朵耳朵 但是我 从来 但是我 但是我怎么觉得 亮光 亮光 这比亮光呢